铁爐上的蒙古烤肉滋滋作响 堂工老板陈永富拿起腸块 三两下就把烤肉扫进碗里 驾驶十足 每一碗要当作是你自己要吃的 这碗肉你有没有用心在烤 都有关系 烤出来的那个色香味 这个很要紧 说起烤肉陈老板头头是道 讲究的不止烤肉 这个特制的烤肉炉更是有学问 我们那个炉子不是一块铁板 大概是五公分的铁条 一条一条的并在一起 在下面烧木炭的时候 香氏炭的烟香味会经过那个缝 到那个肉里面 所以说木炭的炭香 会融合到我们的烤肉里面 所以跟瓦斯跟我们家里的炒菜锅炒出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不止烤肉讲求骨法 店内另一项招牌酸菜白肉锅也是一样 这个是火种 然后旺旺 上了年纪的子铜锅 以木炭熬煮的鸡汤为汤底 搭配蒜羊肉或是五股牛小排 许多达官贵人都抗拒不了这个美味 有一天中午忽然间有一个开道车 我听到哄哄哄哄往前面在走 奇怪停到这边他就停下来了 他上来以后我下一条 现任的行政院长要来吃蒜羊肉 把我下一条 后来他的小孩李庆华李庆安 还有李庆忠还是什么 他们三个经理常来 假日用餐时间餐厅还没开 就有人等着要进门 但其实陈老板并非天生就是行李庆 他的父母都是电农 在亲友介绍下 他进到台北环南市场 帮肉类批发商送货 因此认识台北市最老的蒙古烤肉餐厅 陈吉思汗第一代老板 才到他的餐厅担任烤肉师傅 后来陈吉思汗转手卖人 他也出来自行创业 餐厅刚开幕时其实不被看好 我们进去开那个街那个餐厅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 就做不到三个月半年就关掉 隔壁邻居对不对 奇怪了 八个月的你们店还开了 一年还开了 两年还开了 为什么 因为我找的是观光客 陈永复头脑转得快 找来旅行社一起合作 并且刊登广告 同时引进少见的纽西兰野生鹿肉 和其他餐厅做区隔 让生意逐渐稳定 我想我这边光是蒙古烤肉 四种肉可能就是不够 因为没办法吸引客人 那鹿肉在中国人的眼里 又是这么好的食品 所以说我不惜成本 很高的价位买进 示范一下我们蒜羊肉 蒜牛肉的这个吃法 从当年的送肉小弟 做到今日排队餐厅老板 陈永复有的不只是生意头脑 他总是站在第一线 与客人互动 了解客户的需要 才有办法让糖工餐厅 在台北市区屹立四十二年 好 来吧 来吧 好 来吧 来吧